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当,退我后边去吧,你是伴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散掉生命,凡为我散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长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好,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 再来,父神,我们感谢赞养你,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将你的独身爱子赐给我们。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被罪人羞辱,被罪人顶撞,被罪人冰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尝了死的痛苦,把他的血流出,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他也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让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来夸胜。 主啊,孩子,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十字架的,主啊,因为这是真基督徒的标记,主啊,求主你将这样的标记,主啊,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所以我们每日的所行,主啊,都显出,我们真的是主你的门徒来。 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预下来的信息,保守我们的时间,愿纳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葬礼。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困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十字架,真基督徒的标记。 十字架呢,是我们基督信仰中最常见的一个记号。 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对十字架的认识呢,其实是非常的肤浅,甚至是错误。 比如说啊,我们有没有经常听到有人会说,啊,我的十字架好沉重。 说起十字架全部都是头疼麻烦的事,郁闷的事。 有的人说,我的妻子是我沉重的十字架。 有的人说,我的漏水的屋顶是我的十字架。 有的人说,我的老破车常常坏,那是我的十字架。 所以在这些人的潜意识当中啊,十字架是他的一个身外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呢,常常烦恼他,使他感到厌烦。 所以你看,人都虚伪。 口里畅,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心里面想的都是,十字架,十字架,真是我的麻烦。 对不对? 但是呢,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个。 主耶稣不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让他的妻子背起十字架, 让他的妻子改愿他的问题。 不是的,主耶稣说的是,这个人,他要跟从我的话, 他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而且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 所以十字架呢,它不是一个身外的问题。 它是要用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 所以关于十字架,我们的观念需要向圣经去归正。 圣经中给我们显示出来,十字架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涵。 十字架呢,是真基督徒、真教会和真教师的标记。 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非常清楚的看见。 所以今天这一堂的内容,正是我要讲这个十字架载录系列的这个动机所在。 一开始就想到这一篇,就后来越想越多,就变成了一个系列。 所以如果说前几堂关于根基的讲道呢,是个影子的话呢, 那么这一堂呢,就是目录。 所以我讲的会比较扎一点,就挑几个重点的方面来讲一讲。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实在是必须准确,而且非常深刻的来认识十字架。 所以呢,我盼望的十字架呢,不只是你挂在脖子上的标记, 也不只是你挂在嘴边的口号, 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显示出来的一个属基督的标记。 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十字架意味着什么? 第一点呢,十字架意味着舍己。 在二十四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此呢,舍己跟十字架之间有个紧密的关联。 我常常把这个两者呢,是交错的使用的。 所以我们如果理解了舍己,我们就理解了十字架的内涵。 那么到底什么是舍己呢? 世界上的人也会讲舍己味人,对不对? 是不是说舍弃自己去帮助别人? 把自己舍到哪里去? 是不是把自己的价值看作毫无价值,一文不值? 是不是把自己丢到垃圾堆里面去? 不是的。 或者说像佛教他们也讲无我。 佛家讲的无我呢,是没有自我的执着。 眼光不看自己,不以自我为中心。 那么他和基督信仰的舍己,貌似有点像。 但是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如果你眼光,你不看你自己,你眼光看在哪里? 你的目光停留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的目光哪里都不停留的话呢,好像是一种似看非看的状态,对不对? 但是呢,人的目光所停留的方向,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的前进的方向。 所以似看非看的话呢,就意味着没有方向。 是一个哪里都没有去的同众状态,生命状态。 那么我们如果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谁为中心呢? 我们不占自己的立场,我们占谁的立场呢? 我如果不是站在这里的话,我肯定是站在那里。 我一定是有一个立足点的,你知道吗? 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立足点的人, 这个呢,是一笔糊涂,好像他可以漂浮在空中一样。 这个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假冒神的属性。 假冒自己是神,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呢? 因为唯有神是自有永远,自有永有,自存永存的。 他不需要一个别的东西来拖住他。 但是呢,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的存在依赖于很多别的东西, 如阳光,雨露,空气,地球等等。 所以呢,归根结底呢,人的存在呢,是依靠于神的存在。 科罗西书讲,万有都是靠他而立。 所以人呢,是不应该假装没有立足点,不应该假装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中心的。 他一定是有一个中心的,一定是有一个立场,有一个立足点。 所以基督信仰所说的舍己,它不同于世人所以为的舍己为人。 我们并不是说倾建自己的价值。 我们是相反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 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那个就是荣耀神。 我们以荣耀神更加超过我们个人的价值实现。 而更进一步呢,其实一个人他荣耀神的时候, 恰恰是他的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基督信仰所讲的舍己呢,也一样不同于佛教徒的无我。 我们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非常明确的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的目光是不放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的目光是非常明确的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是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非常明确的求基督的荣耀。 我们愿万民都来敬拜他。 所以我们所说舍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离开自我中心。 离开自我中心只是一步,后面还跟着四个字,是归向基督。 所以我们舍弃自我的时候,我们是得着基督。 我们的这个目标和奔跑方向都是非常明确的。 请记住,我不是说你要这样这样做,你就真基督徒。 而是说,如果你是真基督徒的话,你就一定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使自己成为真基督徒的。 不是的,我们是被动的,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成为真基督徒。 那么正如人生来和别的各种生物不一样的,各从其类。 重生的人呢,也是和蜀肉体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也是各从其类。 所以,我们人常常用天差地别来形容本质的差异。 属天的人和属地的人的差别,正是天差地别。 属天的人和属地的人,他们所爱的东西,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奔跑方向,全部都是天差地别的。 所以一个人说,我绝过智,我受过洗,我服过世,我善后神学院,这些都不表明他是真基督徒。 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上他带着十字架或者说蛇脊的印记的话呢,那错不了,这个人绝对是个真基督徒。 因为这个属天的性情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他是没有办法伪装的。 当一个属肉体的灌民基督徒,他听到十字架或者听到蛇脊的信息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反感。 他恨不能立刻不朽而去,这个是再正常不过。 因为主耶稣说过,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是非常恨恶这个人本的神学的。 因为这个人本,以人为中心啊,就是灭亡的一个记号。 所以呢,这些假道呢,就是给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一个虚假的平衡。 让他们一生呢,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灭亡人的立场上面。 表面上,好像是在敬拜神,其实你自我中心就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所以等到他们死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落在灭亡的结局当中,那个是再也没有机会来扭转。 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可恨的。 那么,那个叫人得生命的道呢,他不是让人停留在原有的生命状态当中,团团状。 而是主耶稣所说的,你要起来,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着我。 所以呢,这个信仰呢,它是一个在路上的信仰,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活的信仰。 一个真基督徒的一生呢,就是背着十字架,走在这条路上的一生。 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基督信仰呢,也被称为人为那条路。 那条路是什么路? 就是十字架的窄路。 这个窄路呢,也是我们所说的成圣的道路。 这个是在一个因性称义的人身上,是一定会发生的。 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祂的身上的雕琢啊,会不断的显现出来。 所以一个人,他怎么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得救了呢? 他正在走在这条窄路上面。 他正在walk the walk,这个行走,恰恰显明它是一个真正的天路客。 主耶稣说,那门是小的, 那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但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相反的是呢,大量的人呢,是喜欢进宽门,走宽路,找到的人也多,但是呢,却是通往灭亡的道路。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十字架呢,意味着舍己。 第二点呢,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 十字架意味着死亡。 属肉体的人呢,是天然反感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意味着死亡的,谁都不喜欢死亡。 这对于当时跟在主身边的门徒而言, 十字架的意识呢,是再明显不过,再明显不过,没有任何的起义。 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说,我决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很少会去想,哦,我这个是要走一条,走向刑场的道路,去走向死亡。 但是呢,对于初代教会的,呃,这些使徒他们来说,是没有,没有起义的。 对他们来说,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 就是走向刑场,再清楚不过了。 十字架这种刑具啊,是由罗马人发明的。 前后呢,也就在主耶稣那附近的十年代,存了几百年。 这种刑具呢,他不仅仅是常人,而且呢,是对囚犯的一个极大的羞辱。 因此呢,罗马政府规定,罗马的公民,你不能用十字架把他处死。 所以当使徒保罗被处决的时候,作为罗马公民,他们没有对他用十字架,而是将他掌守。 那么大概在主耶稣十二岁的那一年,加利利爆发了一场叛乱。 罗马将军瓦卢斯将这个叛乱给他镇压下去之后,将这些剩下的叛乱份全部给他钉在十字架上。 而这些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时半火还死不了。 他们会在上面挣扎,哀嚎,最长的呢,可能会长达一两周。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你走在路上,路的两边挂满,成百上千的哀嚎挣扎的人。 这是一个一种何等阴生恐怖的一个场景。 而这个呢,正是罗马人要的效果。 他们要的,就是要以色列人看到,对抗帝国,就是这样一个下场。 所以呢,对门徒来说,十字架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是不可能误解的,你知道。 对于他们那个时候来说,跟从主没有什么含情默默的那种,那种一个很温柔的面差,没有。 就是一个很残酷,很可怕的一个现实。 背起十字架,就是跟着主去走那条,要面对死的路。 所以彼得呢,他一听到主耶稣说,他会被踢在十字架上,彼得就立刻拦住他说,万万不合,这事必不领导你。 主耶稣有没有夸奖,他说,哎呀,我的好徒弟啊,你真让我得安慰。 有没有?没有。相反的是呢,主耶稣好像非常的没有人情味的,责备他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你是傍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识,只体贴人的意识。 所以我们如果只按人的意识来逻辑,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主耶稣太不尽人情了。 但是呢,我们只有体贴神的意识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人的老我呢,是天然的讨厌和逃避十字架,而真正的理解十字架与体贴神的意识是不可分,分开的。 因此呢,体贴人的意识的人,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属肉体的人,他是不可能理解十字架的,他当然也就不可能会背起十字架来跟同你。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放彼得这样的毛病,我们会好像很有爱心的样子,我们凭着我们属肉体的爱心去关怀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体验人的意思。 我们只会说人的老我爱听的话,那么这样的安慰呢,不会真正的让人得到造就。 只会让人怎样,让人更加的软弱,更长久的陷在这种混乱和挣扎的人一样。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靠着这个肉体的爱心,体贴人的意识去关怀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是在被撒旦所用来拦阻人,遵循神的旨意呢? 他不会,所以你看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的十字架和体贴神的意识之间有个关联,什么叫体贴神的意识呢? 我们给他换一种说法,就是寻求并且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耶稣基督的意识呢是非常明显的,他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必然要成就的。 那么他就完全的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好,这是第二点,十字架呢,意味着死亡。 第三呢,十字架呢,是个呼召,我们看见在二十四节这里,他有一个于事,这个于事呢,就是个连接词,连接着上面和下面的经文。 上一节,他在责备彼得只体贴人的意识,而不体贴神的意识。 下一节,他就开始讲舍己,悲起十字架跟同。 也就是说舍己,悲起十字架,与体贴神的意识,或者说遵行神的旨意,是有关联的。 那么这对于基督要悲十字架来说,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 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耶稣基督要悲起十字架,跟从他的人也要悲起十字架。 而且呢,这个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条别的路了,这再清楚不过。 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他没有说你,他没有说你,他说若有人,没说你要什么利,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跟从他,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从他。 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这些门徒当中,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从他,随时可以走人。 但是呢,对于我们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跟从他。 耶稣基督意义是很清楚,你要跟从我的话呢,你就是要悲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个叫本殿盖不打折,你绕不过去了。 所以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愿意舍己,也不知道舍己是什么的人,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在跟随主耶稣。 所以我讲这一堂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讲清楚这些点。 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十字架是个呼召,主耶稣现在呼召人来,悲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那么悲起十字架呢,就是对这个呼召的响应,也就是说真正的用行动来跟随主耶稣。 所以,悲起十字架是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开始,也就是说你悲起十字架,你才是真正的是基督徒的门徒。 但是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十字架意味着死亡,那么十字架的呼召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一个直面死亡的呼召。 主耶稣背上十字架是走向刑场,这个是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刻,他早就知道他会遭遇这些事情,这个并没有no surprise at all。 如果他不想的话呢,他可以选择躲开他们了吧,他不去招惹他们,事情就不会这样发展。 但是呢,他选择走这条路,他绝对不会后退,因为他知道了这个是神的旨意。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拿回来。 所以我们跟从他的人意味着什么? 耶稣不仅有权柄把他自己的命拿回来,也能够把跟从他的人的命一同拿回来。 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有重荡的,有痛苦的,有挣扎的。 他连续三次都是如此祷告,他说,若是这杯不能挪去,定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 所以我们也是应当要带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惧怕,但是呢,我们要有主耶稣这样的心智,不要照我的意思行,要照你的意思行。 所以当主耶稣立定心智,顺服天父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有天使从天上显现加力量给他。 所以因此当我们说,门徒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呢,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门徒可能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类似于这种科西玛尼园的这种挣扎。 所以当基督徒,如果你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如果说跟随耶稣,意味着你要失去生命的话,你还要跟随他。 一个人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有多少的价值是可以看出来的,别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愿意为你的信仰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来收买你,要开出多少的价码能够让你放弃信耶稣,或者有人威胁你,有多大的威胁能够让你放弃信耶稣。 所以背起十字架,一个门徒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了,你什么价码你都不能收买我,你什么威胁你都不能胁迫我,使我放弃信耶稣。 所以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爱耶稣基督超过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这个才叫做信耶稣,这个才叫做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 根本不像一些人轻描描说的,先来个basic的package,先做基督徒,然后再做门徒,慢慢的升级,做高级基督徒。 没有这个事的,你要么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跟随他的人,你要么就不是。 没有一个什么灰色的依赖,所以你看见了吗? 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多么极端的行动,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行动,你发现了没有? 所以很多挂名的基督徒是根本不想要这样贪基督徒的,他只想要浅浅的相信就行了,干嘛要这么极端? 这个是窒息欺人,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最终还是会灭亡,所以不如早点承认自己不是真信耶稣的,最少以后还有悔改的机会。 有的人说我软弱,我做不到,做不到太正常了,我们都软弱,关键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转向他,我们能够得刚强。 彼得靠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他靠自己他也软弱了,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你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而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的深层次是你信不信的问题,我们但凡有愿意的心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们干强了,就像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时经历征战一样,他进去的时候他内心是软弱了,是挣扎了,但是他祷告完起来之后,他就是干强了,他义无反顾地奔向父神给他的命定。 所以,如果我们压根就不愿意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一个没有悲起私事价的人,一个没有悲起私事价的人,也就是没有真正在跟随耶稣的人。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事物比耶稣更重要,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那就需要赶紧的回答,因为在真神敬拜当中,没有任何事物比神, 可能是更重要的。 所以一个立志顺服神的道士都不改变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挟制他,但是呢,人若非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若非出于信心的看见,没有人能够跟随基督。若非出于圣灵的能力,也没有人能够跟随到底。 彼得说,主啊,我就是捅你下奸,捅你受死,也是甘心,可是主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彼得果然是三次不认他,而且还是诅咒发誓的,说他不认识他。 还有另外一位使徒呢,是一位悲观的跟随者,是谁呢?就是多玛。 在拉萨路死的时候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们就说,主啊,他若睡了就会好了。 但是呢,主耶稣这话呢,是指的他死说的。 但是呢,那些门徒却以为,他是说他,拉萨路睡了。 主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拉萨路死了。 主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玛就对那同座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当时主耶稣和犹太领袖的矛盾,已经是相当的激化了。 那个时候呢,去耶路撒冷是有真正的生命危险的。 多玛想敞了敞了,拉萨路死了,主还说要去他那里。 那这下呢,我们真的要去拉萨路那里。 但是呢,他的心智上,他还是决定跟着主。 所以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多玛呢,也被称为多疑的多玛。 他因为信心小,但他爱主的心是真的,他立志跟随主到底。 但这种小信的立志跟随啊,是非常悲壮的。 所以多玛其实,他说那话的时候呢,他有点像荆轲,你知道吗? 就是风骄骄兮,易水寒,钻世一去兮,福福法。 但是呢,这个呢,还不是真正的舍己。 出于信心的舍己啊,你不会只看到舍,而不看到德。 一个像多玛一样的基督徒,没有信心,看不见希望,他凭着他肉体的意志跟随主啊,他是跟不了的。 他太苦了,太绝望。 果然呢,到了主被抓,门徒们一哄而上,包括多玛在里。 这个正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内心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软弱。 所有的门徒那个时候都是软弱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软弱有什么奇怪的。 使徒们也软弱,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所以跟到十字架下面的人当中啊,除了约翰以外呢,全部都是姐妹。 但是主复活以后,所有的门徒都干强壮长,都传福音直到地级,直到殉道,除了老约翰以外。 所以你看,之前的软弱和之后的干强,截然相反。 以至于那些不相信复活的自由派,他们都承认了门徒们一定是经历了什么? 是的,他们是经历了什么? 第一,他们经历了复活的主。 第二,他们都领受了圣灵。 所以呢,这个第三点呢,我们讲到呢,十字架呢,是个呼召,而且呢,是一个面对死亡的呼召。 但是呢,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第四点。 十字架意味着复活的盼望。 耶稣基督的复活,把十字架上的死亡的绝望,翻转为复活的盼望。 把十字架从一个羞辱,恐怖的记号,转变为一个荣耀得胜的记号。 基督徒和使徒们一样,也是经历了复活的主。 我们是信心的眼睛,得以看见他,也领受了圣灵,才能够软弱变为刚强,才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同主。 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正是圣灵在人心中为圣子所做的见证。 因此,人若是背起这个世人看为羞辱,看为恐怖的十字架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靠着主耶稣心存纳,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摔传的永远的荣耀的盼望。 这个呢,正是得救之人的标记。 所以呢,当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勇士我的荣耀的时候呢,你要满怀着信心和盼望来唱。 不要再把十字架当作你生活中的一个麻烦事了。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个作者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如此说,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事件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导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众使徒都知道,跟随主耶稣是一条预备受苦的道路, 这个是神所命定的,让他的子民在他的独生爱子的苦难上面有份, 也一同在他的荣耀中有份。 你想想看,我算什么,你算什么, 我们竟然能够跟永生神的独生爱子, 人类的唯一的救主,一同受他所受的苦难。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 所以苦难和荣耀是十架载入这块硬币上面的两个面, 我们沿着主和历代圣徒的脚踪向前行走的时候, 使徒的话是沿由在河。 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他说,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了,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我已经背起了我的十字架, 意味着我已经预备好受苦了, 直到死亡我都更定主耶稣。 这个是受苦的心智的一面。 而另外一方面呢,背起十字架, 意味着那前头的荣耀的盼望。 越过十字架,我们看见主那复活的大龙光, 那个是死亡的阴影,也无法扑面了。 我们晓得主率领千万圣者降临的时候, 我们也会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骑着白马跟随他。 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想那义应该是带着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的印记。 所以你说十字架窄路是苦路吗? 是的。 但是呢,你若有出于信心的看见, 这个不只是一条苦路, 而是一条满有荣耀的路, 是充满喜乐和丰盛祝福的路, 也是得胜的路。 接下来我要讲第五点, 十字架是成圣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呢, 它不仅是得救的道路, 也是成圣的道路。 一个基督徒在他成圣的道路上, 一定有十字架的经历了。 因为十字架正是他得胜, 胜过他的软弱, 胜过他的罪的关键。 所以下面呢, 我想在这个第五大点呢, 再分几个小点, 来分析一下十字架是如何帮助我们得胜的。 第一个呢, 这个背起十字架, 它是一个立志遵行的开始。 所以背起十字架, 就是接受十字架的呼召, 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 直到死。 那么为何这个呼召很重要呢? 因为啊, 人活在世上的时候, 没有比生命更大的能够失去的东西。 人如果把神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摆在自己的生命之下的话呢, 那么这个人终究是个拜偶像的人。 因为对于一个真神敬拜者来说, 神必须在他的生命中是居首位的, 是必须超过一切, 包括他的生命。 所以背起十字架是显明一个对神纯心顺服, 致死不渝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所以舍己呢, 他才是脱离偶像敬拜的第一步。 西伯来书第二章四十五节, 讲到呢,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徒的人。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将我们从死亡的惧怕当中释放出来, 使我们脱离恐惧的捆绑, 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遵行他的旨意。 所以如果我们死都不怕, 传福音被人羞辱, 抵挡错误被人憎恶, 坚持信仰被人逼迫, 这都根本不能算个事。 第二点, 第二小点呢, 实际上呢, 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的几个败坏。 曾经有一个媒体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后呢, 得奖的那个答案非常的简短, It's me, 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me, 就是人的自我。 这个答案呢, 是非常的合乎甚至的。 伟贤能不能又分享一下那个图片, 我请先。 可以。 一个信仰的图片, 就说基督徒的长进的一生啊, 其实是一个不断放大的十字架。 我们认识十字架呢, 是有两个方面的。 一方面呢, 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伟大, 认识神的崇高。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更深的认识人的败坏, 尤其是自己的败坏。 谭崇龙牧师说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的灵命很好的话呢, 他对罪论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那么我给他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对罪论的认识很肤浅的时候呢, 他的灵命是好不了的。 因为你如果不认识到你的败坏有多么的无可救药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呢? 那么对罪论的认识的这个错谬和肤浅,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教会的事工当中, 一个个的决定的选择当中, 我们会能够看出来的, 他会显出隐患来的。 很多人认为罪的根源是魔鬼, 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会说, 神为什么不直接把魔鬼消灭掉啊? 好像把魔鬼灭掉你就是好人士的。 那么在教会界里, 有的人教导说, 如果你好色, 就是赦鬼诱惑你。 如果你好赌, 就是赌鬼诱惑你。 如果你嗜酒, 就是酒鬼诱惑你。 所以要认罪呢, 就认魔鬼的罪, 把魔鬼赶走就好。 我想说good try, 想的还挺美的。 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早就尝试过了。 当神问亚当说, 你为什么吃进果啊? 亚当说夏娃给我吃的。 神问夏娃, 为什么吃进果啊? 夏娃说蛇给我吃的。 那么请问亚当甩锅给夏娃, 夏娃甩锅给魔鬼有没有成功? 并没有成功。 他们一样受了他们各自当受的刑罚。 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 想要甩锅给别人, 甚至是甩给一个很坏很坏的人, 像魔鬼这样子, 都不会成功的。 神要我们能明白的功课是什么? 能要学会负起自己应当的责任。 所以当人学会负责的功课的时候, 神会来帮助我们, 因为神才是真正天天背负我们重大的责。 约翰一书一章第九五节, 老约翰说, 我们论论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无益。 还有一些人说, 骄傲是最大的罪, 表面上他来看好像挺对的, 但是还是不够准确的, 骄傲只是私欲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一个有的人他看起来不骄傲, 他挺谦和的, 每天岁月静好, 别人看他都挺好的, 但他就是不幸运, 那么他就是一个抵挡神怜人。 他的罪在哪里呢? 他的罪就是自我中心, 私欲。 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所以一个背逆神的己, 才是真正的恶的中心。 与己相连的词, 多半是带着罪的, 比如说自主, 以自己为主, 那么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神, 因为天上地下, 唯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自主就是罪人要见阅神的主的地位。 自义就是要以自己为义, 以自己当审判官, 还是见阅神的审判官的地位。 自满, 有的人觉得我什么义无所欠, 我根本不需要神。 他这个是什么? 他是假装自己像神一样的自存风, 因为唯有神是自有永有, 这个自存永存的, 他是自己就是富足的, 他是没有缺憾的。 而人不是, 人是需要很多外在的东西, 来满足我们, 来拖住我们的。 所以一个人在自满的时候, 他是假装自己像神一样的自存风。 还有至高或者至大, 那就是要高举自己, 想要荣耀自己, 而不是荣耀神。 那么自卑呢? 自卑是至高没有成功, 才会陷入自卑。 保罗说你们看自己不要超过所单看, 要看得合乎中道。 他没有说你们看自己不要低过所单看, 因为一个不看自己过高的人, 他是不会自卑的。 甚至连自占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自占是以为自己配得, 所以没有得到自己认为自己因得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陷入故隐自占。 人若认清唯有基督是配得的, 那么他自己得到的任何的好处, 那都是恩典。 他都会为他已经得到的感恩, 而不会为他没有得到的抱怨。 有一位传道人说得好啊,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还在感觉受伤的话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仍然活在自我当中。 这个话呢, 值得好好地回味一下。 所以人的己啊, 人的这个self, 这个蜜啊, 他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发臭的浓窗一样, 他不断地散发的恶臭。 所以不把这个臭除去的话, 人是没有办法发出基督的心香之气的。 人为什么会抑郁啊? 因为你跟你的老我绑定在一起啊, 你还是自我中心, 你当然会抑郁啊。 因为我们的老我是带着猪斑的罪的, 这些罪呢, 会把这个人一直长泪一直拖下去。 你想想他一个人, 如果他绑在一块大石头上面, 把他丢到海里面会怎么样? 他会咕噜咕噜噜噜一直沉下去。 所以你要救这个人才有什么办法呢? 你要把那个石头给他丢开。 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出于己的这些罪去掉, 任何的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 他都没有触碰到这个人的内在问题的最本质的问题。 我不是否认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意义, 而是说解决问题呢, 要抓住最本质的问题。 那么一个活在老我当中,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是带着他出于治我的这个猪斑的罪的, 他怎么能够不软弱不痛苦呢? 所以连保罗都发出这样的哀叹,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脱离这举死的身体呢? 这个不是说保罗和性主以前的事情, 这个是保罗信主之后, 一样会有这样的心理的挣扎。 所以这样的挣扎呢, 是真实的, 是会发生在每个基督徒身上, 我们会要和我们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老吻的, 要斗争, 要挣扎。 那么保罗的出路在哪里呢? 保罗的出路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主。 所以保罗上一句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举死的身体呢? 下一句就是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 所以保罗他转眼仰望主耶稣的时候, 他知道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宫已经做成了, 他蒙恩得以成为义人, 没有瑕疵的义人, 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义, 而是出于神的义。 这个是在称义的角度上。 在成圣的角度上也是一样, 胜过罪的这个出路, 也就是靠十字架, 将那个带着猪帮罪的老吻, 给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明白这点之后呢, 你真正的知道, 背起十字架跟同主是一个祝福。 加拿大书五章二十四节, 保罗说, 反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行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肉体的邪行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你就可以喜乐了, 因为你的那个老我被盯住了, 他不能出来做怪。 加拿大书六章十四节, 保罗说,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着十字架, 就我而言,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言,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荣瓦六章第十第一节, 保罗说,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的。 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 他是一个向世界而死的人, 这从世界来的试探, 再也不能辖制他。 而向世界死的同时, 他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不能动弹的死人, 而是他是向神永远活的, 他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的。 有一些传道人常常会讲到一字四方, 我想他们是偏离了真正的重点。 人的问题不是病, 人的问题是罪。 所以基督徒你觉得你软弱吗? 你想要得到释放吗? 你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已经是得到释放了。 你背起十字架, 走上那条荣耀的载路, 在主的大观当中, 你就得到释放了, 你的捆绑就得到释放了。 你的眼目不要总是盯在你自己的软弱身上, 你的眼目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 思想他的大能, 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奇妙大功, 你就得到释放了。 哪里还需要什么额外的新的招式, 新的花样呢? 对不对? 保罗说我在哪里软弱, 我就在哪里干强, 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保罗又说我的肉体一天天随坏, 但我的内心一天心事一天。 你看见了吗? 没有什么能够拦阻这个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夸胜。 那么那些人干嘛老是假一字释放呢? 这里面的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他们把那个招人讨厌的十字架给他丢掉了。 如果罪不是罪的话, 只是病的话, 这个罪人没有什么需要悔改, 他只需要被医治, 你发现了吗? 他的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只需要别人来帮他释放, 他自己不需要立志去跟随。 所以呢, 这个呢就给那些厌房十字架的人开出来一条捷径, 但是呢, 属灵的道路没有捷径, 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十字架, 如果这个人不是行在这条十字架载路上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仍然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仍然没有发生那一个从自我中心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仍然没有在他身上发生。 那么不管他外在的境前有多么的看着多么的好看, 他都是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死人, 这个是个祸患, 所以我们要知道呢, 想要得永生就得进宅门, 只能走这十架载路, 没有别的办法。 好, 我们这个第五大点的第二小点, 我们看到我们挤的败坏。 第三点呢, 我们要知道呢, 十字架是得胜的惊奇。 很多时候呢, 基督徒会感觉到无力, 圣经道理都知道了, 但是无力前进, 无力爱神, 为什么? 因为有今生的思虑, 像荆棘藤蔓一样给他缠住了, 使他长不出饱满的子力来。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 老约翰如此说, 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老约翰接着说, 因为防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且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那么就着这一节, 我们来对比一下创世纪当中, 蛇对女人的欺骗, 和马赛福音第四章当中, 撒旦对主耶稣的试探, 他正式用着这个三招,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很精心的调整。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乃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一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夏娃被诱惑的时候, 她看这个果子好作食物, 看起来好吃, 这个是肉体的情欲。 越人的眼目, 看得很漂亮, 可喜爱的, 这个是眼目的情欲。 吃了能够如神一般, 这个是今生的骄傲, 想要与神同等。 那么夏娃就中招了, 就跌倒了。 那么我们再看, 主耶稣受到这个 一模一样的三招的时候, 主耶稣是抵挡撒旦, 而且圣果。 我们来看。 主耶稣受到第一个诱惑, 是他进食四十天之后, 魔鬼诱惑他, 你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肉体的情欲。 第一招没有成功之后呢, 他第二招, 你来敬拜我, 我就把你肉眼所看见的 这个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万国的荣华, 这个是眼目的情欲。 第二招也不管用了, 他就怂恿主耶稣, 从圣殿顶上跳下去。 跳下去呢, 没关系, 不会摔死的了, 所以有天使会拖住你。 那么这个时候, 那些人看见神迹了, 他们就会来膜拜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今生的骄傲。 所以撒旦呢, 还是三盘腐, 他的三盘腐呢, 在亚当下巴那里奏效, 在主耶稣这里不奏效, 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是, 主耶稣胜过撒旦的秘诀, 就是舍己。 所以圣经记载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它有多个层面上的意义。 第一个呢, 按下巴遇到的, 主耶稣遇到的, 在我们身上也一样会遇到的。 我们也会在某一些时刻, 会经历这个撒旦的三盘腐的。 第二个呢, 我们看见有失败的例子, 我们看见有得胜的例子, 我们很清楚的晓得, 当这个三盘腐临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借着这个主耶稣这个得胜的这个榜样, 去胜过这个试探, 而不是像亚章下巴那样跌倒。 所以你看, 绝书他在人的立场上面, 胜过撒旦的秘诀呢, 就是舍己。 他虽然很饿, 撒旦骗他去满足他自己的肉身的这个需求, 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 但是呢, 他不顾念自己的需求, 他而是从神的启示, 来看到人的真正的需求, 是神的话语。 第二个呢, 这个撒旦说, 你来敬拜我, 我就将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你看地上的万国就要成为你的国, 地上的万国成为基督的国, 这本来就是耶稣基督来要做的事情啊, 对不对, 那现在给你有一个快速成功的方法, 难道不好吗? 当然他有一个条件, 需要去敬拜撒旦。 所以主耶稣他, 没有为了自己的便利, 自己的好处, 而去敬拜撒旦, 而是丹丹的敬拜神。 第三个呢, 撒旦骗他从这个圣殿顶上跳下去的时候呢, 说你跳下去, 你试探神, 神肯定不会让你摔死了, 神肯定会让天使来揭露你。 所以很多时候呢, 人也会这样的去试探神, 但是主耶稣这个榜样就告诉我们呢, 人是不应当试探神的, 人应当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的, 而不是让神来顺着我的意思。 所以当他这样抵挡撒旦的时候呢, 撒旦就离开他逃走了。 所以我们反过来看, 这个教训也很明显, 如果说一个人他把自己的需求, 放在神的旨意前面的时候呢, 他是很容易中计的, 但他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为了所谓的成功的事工, 他愿意去妥协真理的时候呢, 他是以经中计的, 当他不寻求神的旨意, 而是让神来顺着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落在撒旦的王国当中。 现在呢, 我们有这个得胜的秘诀了, 我们在时空穿梭到亚当夏娃的时代去看看, 看看亚当夏娃受诱惑的前因后果, 我们来复旁一下, 看看在这种处境下面, 我们怎么来靠着十字架来得胜。 魔鬼去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呢, 他是骗他们说, 你们吃了那果汁之后, 就能够眼目明亮如神一般, 这个呢, 就勾动他们的私欲, 使得他们想要高举自己到神的地位,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至高嘛, 对不对? 他们因为想要至高, 却陷入了灭丸的结局, 那么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徒, 借着十字架钉死我们肉体当中的那个, 自我高举的欲望, 我们就免得像亚当夏娃一样, 受诱惑而颠了。 魔鬼在骗他们的时候啊, 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又明亮,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魔鬼在挑动他们私欲的时候啊, 使他们对神的良善产生了怀疑, 动摇了他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后人看来啊, 这个亚当夏娃不相信神, 跑去相信鬼真是太笨了, 但是啊, 当局者, 当他们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候啊, 他们就不是把他们的信心放在神里面啊, 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呢? 他们可是没有, 他们可没有计划要把信心放在魔鬼里面, 不是的, 他们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自信, 谁知道他自信的时候, 竟然是在信任魔鬼, 而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徒呢, 显明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自信, 而是出于那一位背着十字架走在我们前面的主耶稣的信号, 有一位殉道者说啊, 为得着永不失去的福分, 而富上本来就必定会失去的东西, 这个是最最聪明的选择啊, 愿主赐离我们都有一样的抗言, 主耶稣说过一样的话, 他在他十字架的呼召之后呢, 他说啊, 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散掉生命, 凡为我散掉生命的, 必要得到生命, 他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他预先知道很多人是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踪他了, 那么那些人都是失落的人,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嘛, 背起十字架意味着直面死亡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想这个太可怕了, 我把我的命放在耶稣手中不太安稳, 我要拽在我自己的手中, 所以主耶稣就提前警告过了, 你可以做任何你自己想要的选择, 但是你需要知道你的选择的后果意味着什么, 你想要救你自己的生命吗? 想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抓在你自己的手中吗? 你必在你自己的手中丢掉你自己的生命, 你愿意为基督上掉生命吗? 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基督的手中吗? 你必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 所以你想要得到基督吗? 你需要舍己你才能得到基督, 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人和教会为人开出一个 不用舍己就能得到基督的宽路, 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灭亡之路, 没有这样的路, 犯罪以后的亚兰夏娃, 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底, 非常的羞耻, 那这个羞耻感从哪里来呢? 就从罪而来, 无可逃避, 为了逃避这种羞耻感呢, 他们拿无花果树叶子给自己做了树叶群,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自旧, 其实是自欺, 这个树叶能够遮盖它赤身露底的羞耻吗? 其实不能, 神来找他们的时候, 前面有一句什么? 天启了凉风, 凉风一吹, 你可以想象看它的那树叶还挂得住吗? 它的树叶就挂不住了, 它的羞耻会完全的被暴露出来, 神把他们身上的树叶群给它脱去, 给它们穿上皮子, 这个皮子就隐含了最早的福音的预表和代数的原则, 因为这个动物的皮子被扒下来以前, 它会被杀死, 这个动物它没有罪, 但它却是为了遮盖亚兰下巴的罪而死的,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罪的工价就是死, 若非流血, 罪必不得胜利, 神用无罪的来替代有罪的来遮盖它的不义, 这个预表着基督要为罪人而死,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不再靠他自己的救法, 因为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救我们, 我们唯独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法, 倚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这个救福大功, 所以我们随身背着这个十字架写明什么? 写明我们是个倚靠他的救恩的人, 面对神的问责, 亚当下巴开始推卸责任, 亚当推给下巴, 下巴推给什么? 人第一次开始显示出犯罪后的人性的丑陋, 为什么要推卸责任给他呢? 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自义, 所以基督徒背着十字架什么意思? 就是承认我没有义啊, 我如果自以为是个义人的话, 我根本不需要十字架, 那我背着十字架就意味着我不是个义人, 我没有义, 我是个罪人, 我需要神的义, 从福音而得到的义, 所以基督徒是可以非常坦坦的承认自己的罪和错的, 我想用粗话说, 基督徒在诚恳的论罪悔改这方面, 应该做一个脸皮比较厚的人, 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 那位悔改的那个为主做见证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义人, 不是靠着自己身义的人, 我们是罪人, 既然是罪人, 你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说, 不能承认的, 看见了吗? 基督徒我们靠的十字架是可以胜过这个每一环的这种试探, 就如同主耶稣胜过试探的一样,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老约翰说, 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个随身背着的这个十字架, 就是我们得胜的信心的标记, 所以我最后想总结一下, 一个带着十字架的印记的人, 他是一个舍己的人, 他的身上会显示出来这样的一些特征, 第一点, 他会爱耶稣基督超过爱自己的生命, 爱永生超过爱今生, 第二, 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我中心, 而归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第三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以自己为主, 丹丹以基督为主, 第四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自信, 而丹丹信靠基督, 第五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自高, 而丹丹高举基督, 第六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我实现, 而寻求神的旨意的成全, 第七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意, 而得到神的义, 第八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救, 而靠神的救法的救, 第九点, 舍己意味着舍弃出于自我的天然的热心和能力的服事, 而按照神的启示, 神的恩赐和神的带领来服事, 第十点, 舍己意味着向罪看自己知识的, 向神永远地活着, 所以十字架的内涵, 它远远超过我粗略列举的这几样, 在经过的讲道当中, 我会挑一些来展开的详细的数据,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 它必定会如此形的, 它必定会在他的身上显示出这些特征的, 那么轻加了